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为三层肉 腿裤筋 腿裤皮 腿裤肉等等的部位 其中腿裤筋跟腿裤皮因为数量稀少 不先预定可是吃不到的哦 另外还有清甜解腻的苦瓜汤 瓜肉被煮到软糯绵密丝毫没有苦味 能让口中的酱油重咸一扫而空 最近看他们挂那个红布条 还知道说这么厉害 本来有没有 客人就很多了 挂上那个红布条 根本不得了 就是得了奖 就那个臂比对那个人就更多 所以来都要排更久了 才刚开始营业 门外长长人龙早就迫不及待余贯涌入 等的都是这间位于台中东区中校路的老四号矿肉饭 不只在当地飘香五十多年更得到米其林BB灯推荐 看似小小的店粉丝可不少 从以前还没有名我就来吃了 扣肉饭还蛮好吃的啊 就吃了你会想要再去再来买 让客人始终认定的古早味扣肉饭 除了使用经典的三层肉 腿裤部分还分为筋皮肉三个部分 要拿竹签固定住装起来才是完整的一块矿肉 腿裤的话它分布比较多 会有腿裤皮 然后腿裤瘦肉 然后腿裤筋 这个一块腿裤大概就只有一块而已 那一个瓮大概只有四到五块 穿好的矿肉入大锅穿上一块块白花花的皮肉 看上去粗弹紧实 接下来才能进到乳矿肉的重头戏 放甘蔗它会有甘蔗的甘蔗甜 然后加在那个卤汁上面 那个卤汁就会有一点甜度这样子 在卤肉的瓮中摆入甘蔗 中 重和各的老卤汁和主角矿肉 卤到大滚时还要随时紧盯 不时挤压矿肉才能收汁入味得更完全 让一大瓮炉肉慢慢乳透 瓮顶喷出阵阵热气与咸香 用瓮的目的 烤肉烤在里面的时候 它有烤肉的香气 受热比较均匀 然后就是它那个保温效果会比较好 以前陈淑惠的父亲 会专程到南投水里定制红土瓮 但九二一大地震后 这种手艺慢慢绝积 器具也只能随时代进化 旧食那时候的瓮它 会有一个那个烘土的一个香气 然后它的保温会比较足够 那现在的瓮它的 真的是导热会比较快 差别会在那个香气 瓮的那个香气 卤肉依然在瓮中滚滚喷香 也仍旧吸引着客人每天上门报到 聪明的客人会选择腿裂披或腿裤筋 因为数量稀少不嫌预定可是吃不到的哦 年杏家的西螺米淋上一匙老卤汁 摆上咸辣酸菜和一块扎实咸香的矿肉 这碗米其林必必登认证的古早味矿肉饭 可以说是台中的骄傲 也吃了好几年了 小时候就在中校路这边他们就有在做了 口味就是它煮的比较软烂 吃起来就不会油腻 就比较甘甜这样 陈淑慧父亲从年轻时候就在巷口摆摊 50多年来将国民小吃矿肉饭 一路迈进中校路店面 在外打拼多年的成熟会 也是因为不忍父亲辛苦了一辈子 才决定回到家乡扛起这块老招牌 没有 年轻都想要往外跑 我说我不要坐姿的 后来是有一阵子休息 然后回来的时候 看爸爸自己在顾店 然后就在那边打瞌睡 然后那时候感觉有点蛮酸的 后来爸爸的身体不好 然后妈妈就说那你要不要接 我就想说好啊 后来就越接又有兴趣 但老招牌可没有那么好扛 器具的调整 风味的改变 拖子的老拖以吃便吃 也成了成熟会的极大挑战 客人都会比较 会比较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 他们做的那个矿肉会有点差 因为还好有姐夫在 因为他一直跟在爸爸的身边 就慢慢一直改 妈妈旁边有一时在教 后来客人就慢慢又回笼回来这样子 每天手打的排骨肉 是老板娘对客人的整形成维 也是劳字号的正点之高 我们是把那个粉 会分梯式 会先倒那个太白粉 然后搅拌均匀以后 会再倒地瓜粉 然后再搅拌均匀 才下去炸 足足四两重的排骨 一定要先炸到表面香酥 圆末气分熟 才能放进老卤锅 以免炸得太久 肉质变得硬柴 排骨的卤汁有 蒜头 胡椒粉 还有冰糖 下去熬煮 大概一个多钟头 卤到油亮精彩的排骨 配上脆口笋丝和酸爽的酸菜 一口咬下表皮炸过的微脆 和卤过的油糯口感 味扎实又带有卤汁咸甜的肉排 创造出耐嚼不腻的油润滋味 还不错吃 它的米饭比较粒粒分明 对 那排骨我卤得还蛮入味的 对 然后搭配酸菜这样吃很爽口 还有这个必点的卤猪脚 满满的胶质 筷子轻轻一剥 一大块痰润皮肉 光有看的就很诱人 鸣入嘴中 咸中带干 脸香迷人 即使重口味 不配白饭 都让人想单独刻上一大块 重口味吃得满嘴油香 那就来上一碗清甜不苦的苦瓜汤 苦瓜要耐心炸满三十分钟 让脆口瓜肉被炸到酥软 放入清澈的高汤中 淡金色的瓜肉与汤头 散发甘甜芬芳 炸到绵密的苦瓜 入口即化完全不苦口 这个猪脚我觉得很Q Q弹 比较好吃 而且这个汤 苦瓜汤 它有炸过 吃起来就有那种焦香味 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来都必点这两样 获得米其林 比比登的肯定 让老店又多了不少新顾客 就是转机更是种责任 陈淑慧带着爸爸的期许 期望这五十年的美味 能超越时间 让更多人知道 煎饼果子是大陆北方常见的街头小吃 台北的富景街附近 就有一间煎饼果子专卖店 来自大陆吉林的老板娘 特别是用火龙果来制成饼皮 包覆了鸡蛋 生菜 酸豆角和肉末 以及炸过的薄脆果子等满满的馅料 粉嫩嫩的色彩搭上了丰富的内馅 光是卖相就炉获很多客人的心 另外名字听起来吓人的豆腐脑 其实是吉林的家常早餐 滑溜的豆花搭上了木耳做的汤头 大清早来上一碗 开胃又满足 姐 帮我开一张饼 好嘞 一大早台北赴景街的这家小店铺 尖台前热热闹闹 冬吃的套客排排站 全是为了遮一卷 红得发紫的煎饼果子 它的皮是很自然的很天然的 有好几种但是很养生 它的饼皮都是水果 比如说像火龙果去磨的去做的 看来就是赏心悦目色香味都有 大陆的口味 我觉得说台湾比较吃不到的 老板娘其实她很用心 那她有一些特色的一个饼皮可以选择 那天然的蔬菜水果 而且她的食材都是当天现做 摇起色彩丁粉的面糊 摊平成薄薄的一层 打颗鸡蛋浮上内馅 还有厚厚的薄脆 饼香蛋香酱香随着蒸汽 散发开来 所有好料紧紧包裹起来后 一刀切下 料逢未免的煎饼果子 口感又酥又脆 让人爱不适口 逛到这边看到有卖这个饼 那以前有吃的叫好像是可力饼 跟这个又不一样 我觉得蛮好吃的 味道很清新 我觉得不油不腻 而且它量很大 它一卷的话可以两个人吃 我在别家有看过 可是味道没有它做得好 煎饼果子发源自大陆天津 后来变成街头巷尾都有的小吃 在老板娘王东美的老家吉林夹夹户户都会做 那个是骨子里面从小看的妈妈 每天就是不是说每天最少一个月都要做一次的煎饼 做一次大家要做几十斤 因为就是说如果处于在农村住的话 它农活比较忙 所以我可能说喷一点水 然后折一折把菜卷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天津的煎饼果子 但是饼皮大多以绿豆粉为主要原料 来自东北的王东美带来老家最传统的做法 用玉米粉绿豆粉面粉调制成杂粮面糊 先吃酥脆放凉更有韧性 天津的煎饼果子 它主要面糊的成分是绿豆面为主 我们北方的煎饼果子是杂粮的 黄豆啊玉米啊绿豆啊 然后面粉啊这些掺杂在一起的杂粮做的 口感的话就是比较酥脆 就是皮也比较酥脆 那天津的它是软面软皮的 为了做出自己的特色 它从创意出发 让平凡面糊身间变得淘气 想要有自己的特色 又吸引大家眼球的 看起来色彩斑斓的 所以说我就想到了这个新鲜蔬果 因为我们每次吃那个火龙果的时候 有没有那手上那个都会染色 那染色然后我会觉得它的颜色很鲜艳 但它就是做起来也很漂亮 那我第一个尝试的就是火龙果的 有了好的外表内在也很重要 王东美把老家熟悉的味道 酸豆角给包进煎饼果子里 周末爆出香气 加入辣椒酸豆角大火快炒 可以搭配山菜和炸薄萃果子一起卷起来 这香辣过瘾的酸豆角口味 就是店里的超人气 酸豆角就是大家很常见的 你们叫做什么酸钢豆 长长的细细的 对 大家一见到那个东西都很熟悉 尤其是比较年龄 年长的 大家对它的喜爱程度也非常的高 它酸酸辣辣的 但是它是自然发酵 层层包裹的酸豆角煎饼果子 有生菜 猪肉末 酸豆角 薄脆和葱花 馅料满道快掉出来 大口咬下 充满少女心的粉色饼皮 像饼干一样酥酥脆脆 麻中带辣的猪肉末 配上酸香够味的酸豆角 解腻又开胃 酸豆酸的够味 里面的饼皮脆 然后高丽菜吃的整个不油腻 很棒 很好吃 麻铃薯就是大陆的土豆 料理方式除了台湾常见的炖煮 大火快炒的卡兹切眼 跟煎饼果子搭也很合拍 当初炉的土豆丝煎饼果子 吃来清脆爽口 还带有一股酸甜粗流感 一大早雷上一份超过瘾 它的土豆丝 会跟我们台湾的土豆丝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大陆的一个经典小食 口感会比较脆一点点 因为在台湾要炒到脆的土豆丝 它基本上没有人做 非常搭配这个卷饼这一类的东西 煎饼果子甜咸皆宜 这甜味巧乳口味 选用巧克力酱搭配炼乳和花生 满足客人想来点甜食下午茶的欲望 甜的就是花生跟巧克力 可是它的巧克力吃起来不会太甜 就是那种淡淡的甜味 但是花生的香气颗粒的 真的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抓紧时间下面糊起锅 煎饼的诀窍拿捏得恰到好处 极平大的小店铺王东梅 巧手变出家乡的味道 来台湾已经16年的她 一开始是为了分担佳忌 才决定卖起煎饼果子 因为先为一个人工作 然后又带小孩 小孩子要吃奶粉啊 然后我们要租房子啊 就想到了我可以卖我老家 就是说最传统的小吃 但无奈拥有自己事业的同时 夫妻的缘分也走到了尽头 紧密嚼碎之语 老天爷又跟他开了大玩笑 我得了乳癌 得了乳癌之后呢 然后就是你各项的检查 各项的回诊 然后手术 但是我就是有一项指标 它是卡在中间 化疗也要做 放射性也要做 然后还要吃里面的药 所以在医生的口中就是全套 你好 你要什么 小姐 我要那个 要很不闹 就算生活难熬 但人生总要继续走下去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大陆街头美食 他把最爱的家乡小吃 豆腐闹带来台湾 木耳做成的卤汁和韭菜花 花生 虾皮等配料结合 配上滑溜的豆花 咸香又滑嫩 面对人生挫折 王东梅纵有怨对 但还是保持乐观 因为每当客人吃完煎饼过渍 露出满足的笑容 对他来说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收获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胡椒饼是很多人爱吃的铜板美食 台中渐行路上这间胡椒饼店 他们的招牌胡椒饼用传统炭火烘烤 咬下之后酥脆的饼皮带有淡淡的炭香味 内馅相当的扎实 吃得到肉块 还有着葱花的甜味 以及胡椒的辛辣 让人越吃越上瘾 另外他们的起司培根饼也是很受到客人欢迎 饼皮也是烤到又酥又脆 里头包裹着满满的起司 口感浓稠 还能吃到大块的培根 让人吃了一口还想再吃 内馅包入香浓起司 一拉开来还会相思 不只起司口味 最经典的猪肉胡椒饼更包进满满肉块 那里面肉块又大 你吃到一口咬下去 你会觉得有那种饱足感 这里面是芝麻 然后还有起司培根 还有红豆芋头 那我的招牌就是胡椒饼 亲切招呼客人的是老板娘摩月琪 她的胡椒饼能受到客人欢迎 在于她每个制作环节都不马虎 猪肉胡椒饼的腌制酱料 是她一大早用酱油蒜泥胡椒粉调和而成的 主角猪肉不选一般常见的角肉 而是用猪护腿肉块下去做混合 那大块的肉的话 它吃起来口感有那个茄子的感觉 让你咬下去肉有那个弹性 当你全部都大块的时候 有时候吃到一个大块的 里面就都吃不到肉了 就是把那块肉吃掉了 所以会准备一些像这样比较小块的肉 让你每一口都吃得到肉 腌制的肉块得放置12个小时才会入味 肉馅的好伙伴葱花 选用台中大甲的粉葱来搭配更提升风味 一般来讲我们做吃的话 我们比较喜欢用粉葱 粉葱它比较有那个葱的香味 然后它里面有滑滑的 让它的口感会更好 内馅有了 饼皮要做的好吃 面团里也可以加进它的美味配方 我们的面团就是从面粉加老面 然后加了一些盐巴 一些苏打 然后面的话让我们的饼皮比较有筋性 好 比较有 会有 比较Q 饼皮要常来酥香 用纯猪油调制的酥油可视工程 能让饼烤出来的香气更逼人 擀平面团抹上酥油 卷起后再擀平 这样的动作得重复五次 如月琪说这样的饼皮做起来才酥脆 第一道就是热热的时候是酥脆的 那酥脆就是酥油的关系 那冷却的话也让你的饼皮不会硬硬的 它还是有层次就是会带上一层一层 老面的巴丝 拉丝的感觉这样子 接着把面团油捏成一个个小剂子 准备包内馅 如月琪拿起擀面棍 一次擀平了五个剂子 手脚手练利落 假设说一个面团 我每一个都是这样全手工压 压到我的手都发炎 没办法工作 每天就吃止痛药 后来我就用这样子 比较轻松一点点 面皮里豪气包进了一大匙肉馅 和一大把葱花 包得圆糊糊的白色小球 在铁盘上列队排好后 抹上糖水和白芝麻增色体味 接下来赶紧把饼贴到了卤壁上 动作一定要快 否则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烫伤 而要烤得好吃 火候掌控也有诀窍 红木的木炭 我们整支的木炭来烤饼 它的炭香味会比较香 烤起来让饼的背后是金黄色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太低的话饼皮不会香 那饼都发不起来 经250度高温洗礼后的胡椒饼 带着微微炭香和芝麻香 有下后饼皮酥脆 能吃到大大的肉块 带着浓郁葱花香和胡椒的辛辣 味道层次丰富 内容物非常的扎实 它不是一般的角落 它是很大的肉块 然后老板娘用料真的是不手软 客人很捧场的还有芋头烧饼 内馅也是纯手工 这个是大甲的芋头 我选用大甲的芋头 然后它大甲芋头的话很松很香 把它切片 然后把它蒸熟来 然后再加糖这样子 蒸熟来然后倒成泥 再一样用胡椒饼的饼皮 把它包在里面这样子 历经炭火烤焰的芋头烧饼 羞腾腾的饼皮剥开来 里头满满芋泥内馅 芋泥吃来米米细致 还带有块状口感 让人吃了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它的搭实度非常的够 那咬下去不是只有饼的味道 它的饼是酥脆很香 但是它的芋头的浓郁 在口香里会散发出来 就觉得很舒服这样子 就很好吃 卖小吃凡是亲力亲为 虽然会有筋疲力竭的时候 但罗月琪却甘之如鱼 因为这是孩子带给他最甜蜜的附和 当初会卖饼也是为了儿子 因为我儿子七个月的时候 我就背着他做胡椒饼的 然后到五岁的时候 因为婚姻的关系我们离异了 那离异为了小孩 我就继续待在那边 因为我怕我一个人出来 我没办法养我的小孩 真的我不敢想说 我自己能出来创业吗 我会害怕 罗月琪把对孩子的爱夹进料理中 这道加了大量起司和培根的饼 就是为了儿子发想出来的 那他不敢吃胡椒饼 那我就做 刚开始我是做 直接只有包面粉跟葱 好 那他喜欢吃肉肉 那我就加培根肉给他吃 那儿子又喜欢起司 那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再加起司 起司培根饼趁热扒开来 能牵起金黄色的肠丝 浓郁的奶香 与培根的咸香 统统一起下肚 咸甜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它的培根是算 几乎把整个那个饼都 它饼就整个刚好都盖住 就非常的大 我很爱吃起司 它起司吃起来有拉丝的感觉 然后培根超香的 我也爱培根 所以它的东西我所有 我都很喜欢 做了二十几年的胡椒饼 这些客人都是从 我原本的另外一间店 然后知道我跑到这边来了 他们就跟着我过来这边 然后继续跟我捧场 然后到最后都是变成一些好朋友 大家的互动都是很高兴 像一家人一样的样子 他们都是支持我的原动力 在客人和孩子立体下 如月琪摆脱过去阴霾 她笑说独立开店这四年 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她要继续用爱做调味 换来更多客人真诚的回馈 在新北市新店的中正路上 有一间开了二十四年的平民排队美食 是在地人最爱的 骚夜选择之一 这里的羊肉汤 没有厚重的药味 清香不油腻 羊肉摇起来 皮痰肉Q 没有羊山味 让许多客人一事成主顾 卤肉饭更是被老桃们大大的赞赏 味道不输名店 把肉丁卤到肥而不腻 满满的黏嘴胶脂 咸香当中带点甜味 搭配了自制的辣椒一起吃 是最幸福的简单古早味 要排排很长 所以这边是新店交通分局的 威廷取缔的热点 生意好了 你就知道每一个人的嘴巴 都不会骗冷 凉凉冷冷的秋冬天 最适合来碗羊肉汤喝 在台北新店中正路上 这间开了24年的羊肉汤店 用餐食客客人占据了骑楼 几乎快要排到马路上 兄弟党老板赖罐如赖罐尾 一个盛汤一个打包 手没停下来过 忙得不可开交 看我们12桌 稍等一下 37号 然后我要带一个外带一个大的卤肉饭 11点 10点多 提前卖完的话就是提早打烊吧 从下午4点卖到凌晨12点 这在地人口中的宵夜首选 招牌羊肉汤 羊肉软嫩没有腥味 汤头清澈不油腻 卤肉饭的肉丁肥润不腻 喷香碾嘴 更是深受老汤喜爱 我也吃大台北地区很多卤肉饭 它的卤肉饭真的也很好吃 就是也不会吃一只 好像整个嘴巴会黏黏的 不会 就是蛮清爽 就是不油 因为它的料蛮实在的 都很大块 而且汤头就像刚刚老板娘讲 它这个汤头是 可能都是用中药比例去贵 温润的羊肉汤 出自老板娘正熟平之手 每天早上7点就得开始处理 它澳洲进口的羔羊 小羔羊 对对对 这个大概十几公斤最好吃 刚刚送货才送到 我们这个带皮羊肉洗衣冲洗衣 以后然后丟下去煮 这个带皮大概也要煮了 一个半小时了 煮熟后先用火烤去除杂毛 还得把肥肉部分统统剪掉 虽然费工 但正熟平注意每个细节 让羊肉的品质数十年如一日 很多客人说奇怪 你们家的羊肉怎么都不油 而且没有羊烧味 羊烧味最主要就是 它的来源就是油 像这种带皮它中间有油脂 我们多余的油脂 我们都要把它剪掉 好客人吃了才不会腻 每份都有肉有骨平均分配 正熟平对汤头一样不把肚 这个当归片是比较 比一般的当归条好 它的味道比较香 比较有当归味道 然后才能把羊烧味 腥味压对 炖煮三个半小时 捞掉煮羊肉的浮油 就是一锅清澈汤底 七八块带皮羊肉 坠点姜丝 浇淋热汤 汤头味道甘甜带鲜 羊肉咬起来 皮痰肉Q 没有羊腥味 整晚喝下肚身心灵都跟着暖和起来 汤真的很好喝 就是吃起来也不会太咸 然后又有味道 然后羊肉也没有说一般怕腥味 怕那种羊肉味道 完全是没有可以推荐 然后它这边加汤都可以再加 羊肉片汤也在热卖排行榜前三名 汤底有着淡淡当归香 羊肉切得薄薄的 不但软嫩 而且肉香鲜甜 沾豆瓣酱吃 别有一番风味 郑淑萍能让这一碗一碗羊肉汤飘香24年 这份执着 来自当年和先生赖荣黄 一起经历过的人生低谷 两人在粤菜餐厅上班相识 结婚 后上结束营业 才决定自己出来做生意 在中正路更新营业旁边做一个小吃摊 可是到了第八年呢 就是更新营业它要收回 我们那一块店面的地 那是好像麒麟地 我们就没办法继续营业了 面对经济上的困难 恰巧又碰上六盒彩的兴起 当时的郑淑萍渐渐迷失 结果那一天刚好是中秋节 结果六盒彩我们玩的都没有开 就是贡沽啊 那时候贡沽全部都输掉了 那一天与夕之间的所有的财产 那个金 身边没有多少钱都是输掉了 好在过去认识的厂商 介绍了新店中正路齐楼下 准备转租的小店面 赖蓉皇想到自己从高雄岗山 来台北打拼 常常想念老家的钓山羊肉滋味 于是一起炉灶改卖岗山羊肉 只好跟保险公司借钱 借八万块 因为八万块那时候 八万块也蛮大 就买一些身材器具可以做生意 就开始这样做 刚开始做生意也是不好 真的是辛苦好几年 一天才做一千多块 可人们的口耳相传 造就如今门庭弱势的景象 视觉效果十足的羊角精汤 超大支的三根羊角精 直接躺在碗里 骨鞭肉细嫩附着软弹角精 还能用吸管吸水骨髓 骨髓用吸管去吸 外面因为它是很大根骨头 外面还有就是带一些皮肉 喜欢啃骨头的人 那当然是很推荐 还有客人说 这里的卤肉饭 比羊肉汤还要令人惊艳 正熟平的做法 其实再简单不过 酱油 红葱头 没有多余调料 正熟平只用简单的古早味 细火慢熬 你看这个肉那么小块 大概要卤六七个小时 我们这小火慢慢炖 炖到它这个油脂逼出来 然后这个油捞掉 这卤肉吃起来就不会油腻 卤到金黄的卤肉 还有颗颗油亮亮的卤蛋 卤肉淋在白饭上 褐色肉丁吃在嘴里 肥而不腻 油脂转换成黏嘴焦脂 咸香中又带点甜味 就是算我好喜欢吃的前面三名的 味道也不会太咸重 你知道吗 然后焦脂也还蛮多的 羊肉汤也能搭配干液面吃 Q彈的面条 咸味适中 是最简单的古早美味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好 而且我们年纪也是 有 对 就是要慢慢退后 幕后这样 那就是摊子 就是由他们两个兄弟 现在在经营这样 互相包容 因为每个在忙的时候 都很有一些脾气 承载了爸爸妈妈 创业的艰辛记忆 兄弟俩各自坚守岗位 一家人合力打拼 让传统小吃 何以继续传承下去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喜爱海鲜的韬客 绝对不能错过台中 这一家爆料系的火锅店 无论是蛤蜊 鹅啊 干贝 甚至是鸡佛 都是铺上了满满一锅 让客人很新鲜现煮 招牌的真鲜锅 除了有一大只的波士顿龙虾 旁边还会铺满整整两斤的蛤蜊 鲜甜的蔬果汤头 和海鲜自然释放的汤汁 完美融合 再煮一碗杂炊粥 绝对能够让爱吃海鲜的韬客 心满意足 之前在网路上就有看到 它是爆料系列的 然后一直都想要来吃吃看 海鲜你们的四人定居 因为我们很喜欢吃海鲜 然后我们觉得他们的海鲜很新鲜 然后CP值很高 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吃到很丰富的内容 台中市环中路上水产店淋漓 其中这间水产超市 更是台中许多大大小小烧肉店 火锅店的海鲜供应商 老板杨志杰下着自营水产的优势 开启主打海鲜食材的火锅店 每种海味新鲜新鲜都逃不过他的法业 这个是我们传说中的波士顿龙虾 波士顿龙虾它的产区其实不是在波士顿 它在美国的缅英州跟加拿大 那一般我们就从加拿大进 因为加拿大的水温比较低 所以它的肉质也比较Q弹 那本身我们在选龙虾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用按压的方式看它的硬度 可是比较硬表是它的肉很饱足 不会空空的 主打海鲜爆料锅 除了使用大胃的波士顿龙虾 为锅物增添鲜味的蛤蜊 也特别挑选八分大小 我们的蛤蟆本身不是去传统市场买的 我们主要也是跟口湖那边去做配合 那因为我们一锅 所以要放将近两斤的蛤蜊 所以我们一天蛤蜊的量 有时候都要将近一百多斤 所以我们都会直接从产地进 爆料系列第一锅 是他们超行的蒸鲜锅 将杀好的龙虾和重达两斤的蛤蜊 摆入蒸锅直接上桌 在客人面前展现食材最新鲜的原貌 在锅内慢慢被蒸到红透的龙虾 被满满蛤蜊纤味包围 提起蒸笼还味全都递进糖果之中 十足鲜香 喝一口甘甜滋味沁满口腔 就很明显它的那个龙虾 就是比自己在外面吃到的还要咸 它的海鲜粥就是 它是用蒸鲜锅的龙虾 还有蛤蜊的那个汤底 它慢慢去蒸 然后流下的汤去做的粥 所以我觉得很鲜甜很好吃 维持新鲜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座造价千万的大型冷控库 常年维持在-30度的恒温 才能确保食材品质 那干贝我们用的都是日本生食级的 我们用的是5S 其实也算蛮大特别 鸡笼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最大厂 它电载产品下来取的笼以后 我们就直接整版跟它买 拉到这边去做急速冷冻 在锅内铺上满满一斤的土鸡笼 加入葱姜等简单配料去腥 淋入一大杯麻油 最后倒入店家用红白萝卜 玉米等蔬果慢火细熬一小时的高汤 就能上桌让客人现煮现吃 麻油清香浮在蔬果高汤表面 季风上下滚动 微心气味被麻油吸收 一颗咬下 包一身的铺姿口感外脆内软 吃掉满满一大锅超级过瘾 就是没有腥味 所以主要这次吃的时候很满意的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它没有腥味 然后跟别人的分量比起来又多 然后体积部分都是 我觉得是跟其他肩比 是有很明显的差异这样子 丰富的好料 还有5S等级的北海盗干贝 当日现锅的老鹅仔 大耳淘满的果蜜 也都是爆料系列的成员 装满圆润肥缩的鹅仔 爆客锅新鲜上桌 让客人自己下锅算煮 蚵仔一口咬下爆出鲜美枝叶 树滑入口 纯实充满幸福滋味 还有诚意满满的爆干锅 除了大颗的北海盗干贝 也有许多新鲜猪被搓落锅中 大小干贝一起入口 肉质鲜嫩丝滑甜美多汁 一道道海味丰满口腔 紧紧包袱味蕾 那因为店家的汤底 加一点点可能是麻油啊 然后或者是蒜头 然后我自己本身很喜欢 这样子的风味 煮完然后再喝汤 哇整个就是非常的鲜甜美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干贝控 所以我觉得它口感特别鲜甜 然后咬的时候还会有点弹牙 担任水产采购出身的杨志杰 最拿手的就是维持海鲜鲜甜风味 掌握新性关键 因为我们本身专业在挑选海鲜 但专业不是在做专业的厨房料理 那火锅它只要把汤头控制好 那在选料的部分上面选的好 用简单的用水来提味 就可以把海鲜的鲜度 最完美的表达出来 但杨志杰没想到的是 现代人对于餐饮的要求 可没有那么简单 对现在消费者来说 并不是完全只有满足口味之余 它还必须要满足它的眼睛 甚至要满足它可以拍照 上传网路 要打卡 所以吸睛也很重要 要满足吸睛条件 这只张牙舞爪的大块头 绝对不能缺席 西红蟹我们用的是勘察家女士蟹 那我们一般俗称叫雪场蟹 像这个水温基本上大概都要三度 然后它非常讲究水族 这种是大型的赞养设备 跟一般的餐厅的水族 刚刚还是不太一样 四人饭的帝王蟹餐 摆上两尾波士顿龙虾 几只阿根廷天使红虾 和干贝 九孔豹 鲦鱼 鲁鱼 大白虾和透抽 一大盘极其丰盛的新鲜美串 站上去就让人胃口大开 帝王蟹餃和各式海鲜陆续下锅 在蔬果糕汤中滚出海的清香 大力剪开帝王蟹餃 白嫩腼腆的一大条蟹肉 轻轻松松就能取出 放入口中丝丝甜意高福味蕾 清淡于唇齿之间 将帝王蟹膏加鸡蛋放入汤底 就能煮出带着能鲜蟹汤的帝王蟹粥 一定能满足爱吃海鲜的烤克 这两三个龙虾帝王蟹粥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先看这个 你看它还在动 像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 帝王蟹套餐来的 就是你看它摆出来 你就吃到有点像那种 日本料理那种生鱼片 那种很厉害黑船开出来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都会惊呼这样 我觉得很厉害 对水产海鲜凉弱指掌 是杨志杰卖海鲜锅物的最大优势 从水产买卖跨足到餐饮界 他期许自己能让来访的每一位客人 都能同时拥有美味和新鲜的双重享受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北中山去的这一间泰式餐厅 用餐时间高棚满座 因为厨房有17位的太极师傅做卷料理 味道特别的正宗 像是这一道酥炸罗旺高山鲁鱼 表皮炸得外酥内嫩 吃来没有土腥味 裹着酸甜微辣的罗旺紫酱汁 相当的下饭 另外一道椰子海鲜咖喱 配料更是丰富 鲜虾透抽蛤蜊和干贝 随手一捞海鲜料满满 浓郁的红咖喱还能搭配面包一起吃 十足过瘾 我觉得味道还蛮地道 因为前阵子去泰国回来 然后它的菜色就是还蛮符合泰国味道 送进口中的泰国菜 味道这样的正宗 因为厨房内放眼望去 竟是十来位太极厨师作证料理 宛如国家队 我们来的乌鱼 爬鲜咖喱的东西 乌鱼 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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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蒋中尾 用泰文指推 喊单 炒台前 备料区 油锅旁 泰籍厨师们各司其职 用餐时间一刻不得闲 泰国师傅他们在做的时候 他们自己知道 那个口味在哪里 我们从一开始两位到中期到九位 那到现在有十七位 这样子 十位 那你的泰文怎么学 我的泰文就是做中学学中做 就边做边学 开业至近八年 蒋中尾就这样跟着泰国师傅学 不管是鲜甜脆口的开胃生虾 视觉味觉兼具的椰子海鲜咖喱 浓厚酸辣的酥炸螺旺鱼 咸香下饭的泰式打抛猪 还是厚实手打金钱虾饼 都深受老套喜爱 咖喱味道很棒 我们还特别把没有吃完的食材 打包带回家 然后煮稀饭吃 我们有点一个 一道是经典的虾饼 它的口感 虾子整体口感很扎实 然后 而且每一道都还蛮经典的 就相较于外面的泰式料理 除了要有好的料理功夫 食材更是重要而且基本 稻饭的泉水炉鱼 那吃起来比较不会柴柴色色的 把内脏切块清洗干净 俐落刀工 片下一片片鱼肉 裹上一层薄粉 跃入油锅 鱼片在油锅里 自意舞动着 那榨干的目的呢 是为了要让它 一接触到酱的时候 不要马上说鱼就软掉了 堆成小山丘的炸鱼片 浇淋螺旺酱和鱼露 调和的红橙酱汁 番茄香茅红绿点缀 这道螺旺高山鱼鱼 一上桌 宛如梅子的酸溜进 立刻窜出 新鲜鱼鱼 染上螺旺的浓厚酸香 吃来温厚香醇 大口咬下 使酥脆外皮和绵密鱼肉 呈现出的双重口感 吃那个鱼肉 就觉得好新鲜 很新鲜 那个鱼肉 其实就这样吃起来 就觉得很嫩的感觉 视觉效果 同样强烈的 椰子海鲜咖喱 用料也很新鲜 把处理好的 配合套Q和蛤蜊干贝玉米笋 混入红咖喱熬煮 最后加进鲜虾和蛋液 厨房满意咖喱香气 一定要用新鲜的椰子来做 当然要保留它的椰子水 跟椰子果肉 然后再加入半炒的红咖喱海� 黄沉沉的丰富配料 塞进椰子里 最后放上三只大虾 特别吸睛 虾肉吸满红咖喱酱 和椰奶香气 套QQ弹有劲 嫩蛋黄红咖喱 微辣浓郁 还能搭配烤过的面包 一起吃 超级过瘾 我觉得它的咖喱味 还满浓郁的 然后料也给得很足 口感很新鲜 因为有些不新鲜的虾子 吃起来会粉粉 但它没有 它是很浓郁的 很扎实很Q它的口感 这一道道正宗太菜 都是蒋中伟和哥哥蒋正宇 还有太极厨师们的结肌 蒋中伟会走上厨艺这条路 其实是受到家人影响 他的爸爸正是人称 日式把费教父的蒋正男 就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嘛 也是常常看 那自己也常接触 手手把其实一直讲说 不要做菜因为菜也很累 对料理的喜爱 才慢慢让父亲改观 但会卖起泰国菜 则是大姐讲云童的念头 我也是到新加坡念书之后 才有接触榴莲 这个水果 对然后后来就是 到泰国实际榴莲园参访 之后发现榴莲放在咖喱里面 很好吃 开幕那时候是以榴莲甜点 为助走 对来经营的 所以有客人进来就会说 你们不是卖泰国菜吗 对然后到后来 我们有做了榴莲乳菜 到绿巴黎里面 所以才觉得说 那就来做泰国菜吧 把猪脚肉煸香炒熟 夹吉斯鸡豆 洋葱 蒜头和辣椒 最重要的灵魂 打泡酱和打泡叶 统统在锅中奋力翻炒 酱香和猪肉完整融合 香气四溢 大匙咬下打泡猪 吃来不会死咸 肉质Q弹鲜美 又不失韧性 还有四季豆增加口感 咸香微辣 俨然百分杀手 打泡猪味道也很香 然后它很贴心 给了很多的生菜 然后跟小黄瓜 让我们可以配着吃解腻 另一道配菜金钱虾饼 下锅油炸到金黄 这外表如铜板般的可爱模样 里头是扎实饱满的虾肉内馅 吃来弹性十足 沾梅子酱吃更显迷人香气 虾饼很好吃 而且它的虾子很大肢口感很扎实 所以它不像是我们传统的月亮虾饼 那种扁扁的 招牌生虾更是美桌必点 去服务虾冰镇后 虾肉新鲜软脆 入口即化又爽口 在那场忙碌的蒋中尾 谭哥哥蒋宇 对食材要求讲求精致 却也常常因此 和餐厅营运控管的姐姐蒋云童 立场不同 产生摩擦 它想呈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可是我们还是要就是给予我们客人的方式 要是很合理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会有自己的想法 一定会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共同点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这里更好 所以我们磨合到最后 其实目标都是一致的 客服每一次的摩擦争吵 努力不让爸爸失望 三姐弟分工合作 继续端出一道道泰式料理 用最道地的味道 满足客人的口腹之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如果观众朋友们 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咨询上的问题 都可以到非凡大探索的脸书粉丝团留言 或者是订阅非凡大探索YouTube频道 会有更多样的美食咨询 我是佳音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